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里面讲的三代机 四代机 五代机不是讲的战斗机 而是讲的发动机 它的三代发动机是配备在三代战斗机上的 而四代发动机是作为第四代隐身战斗机的动力装置使用的 那么五代机也就是未来的作战机的动力系统 它的预言应该说也是备受关注的 中国的第三代战斗机包括歼10系列 歼11系列 采用的都是第三代的航空发动机 那么早期我们主要是靠进口的动力装置 来配备在这些先进战机上 后来随着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三代航空发动机的成熟 我们的三代机逐渐的配备了国产的动力系统 那么中国自行研发的或者是目前已经曝光的第三代航空发动机 它的机型主要是有两款 一款是涡汕10系列 一款是涡汕13系列 除了我们为第三代战斗机所研发的这两款涡汕发动机以外 我们还在深入的开发具备第四代水平的小寒道比大推力的涡汕发动机 当然目前透露的消息是涡汕15和涡汕19 其中涡汕15它的推力达到16000公斤以上 而涡汕19它的最大推力超过1万公斤 一种是属于大推力的 一种属于中等推力的 只不过它这个大推力的和中等推力的和第三代的涡汕发动机相比呢 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不但最大推力上升了 从12500公斤左右提升到了16000公斤 18000公斤这么个水平 那么中等推力的发动机呢 它的最大推力从8000至8500公斤左右提升到了1万公斤以上 那么有了强劲的动力 我们未来的隐身战斗机 它的综合作战性能 特别是巡航性能 机动性能都会有脚差幅度的改善和提升 特别是我们下一代的涡汕发动机 按计划呢都有可能安装推力矢量喷管 那么有了一些先进的装置 战斗机的进具格斗能力 以及它的起降性能都会有较大幅度的改善 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开发所谓的六代机 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五代战斗机 那么第五代战斗机 它们的动力装置会采用什么样的类型 首先发动机的推动比会进一步的提升 我们知道第一代的战斗机 它们采用的涡汕发动机 推动比大概三到四 第二代的超音速战斗机 它们的推动比大概在六到七 那么第三代战斗机的 所采用的涡汕发动机推动比 大约在七到八之间 而进入了第四代以后呢 发动机推动比跨越到了十左右 甚至呢 有一些动力系统 它的推动比已经到了十亿 那么未来的五代机的发动机 它推动比起码应该超过十二或者十三 这还是其一 那么发动机推力推动比的提升 只是一个方面 还需要更加省油 寿命更长 可核心更高 那么怎么来做 其中的一个发展方向 就是变循环 我才发动机 那么什么是变循环 发动机呢 就是它的寒道比 是可以根据飞行的环境 特点进行自动调节的 在这个调节过程中 来适应高空高速飞行 以及省油模式的巡航飞行 以及特殊的机动飞行 跟各种不同的需要 美国目前在变循环发动机这个领域呢 处于领先地位 它已经开发出了两款变循环发动机的原型机 正在试验试车 最终 能否装在下一代弹动机上 还要根据它的试验 研发情况的进展来这个观察 那么这样的一种先进的技术 我们肯定在预言 当然预言到什么样程度 掌握到什么程度 取得了多大的突破 不得而知 但是起码 根据航发公司所发布的半年报的情况看呢 我们已经在开发这样的先进技术 航空发动机的研制 特别是先进航空发动机研制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它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才有可能最终取得突破 应用到先进弹动机上 那么现在我们第三代战斗机的技术 已经趋于成熟了 它的考告性不断提升 使用寿命不断延长 那么第四代战斗机所使用的航空发动机 我们最近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在不远的强来 就有可能配备在国产先进战机的机体内 那么随着我们综合技术水平的提升 工艺能力的改善 国产先进航空发动机 一定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取得成果 那么未来中国军机民机的动力装置的国产化 随着我们的努力一定可以实现 到他们成功列装国产军机民机的那一天 中国的航空工业才能够成之为 真正的实现了腾飞和复兴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带兴趣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